從前有班人在黃金商場出面想說說科技 誰救我厲害?我一個月換了五部電話 整個仙達都認識我 誰救我聰明?我做了二十多年工程師 看曲多過你看Facebook 誰救我威?我是科技才子 我乾爹是skip job,我奶媽是Bill基 什麼?Bill基餵奶這麼重口味? 你們別管,看招 唉,其實想聊一下科技 又不一定是師兄才子晚人的專利 輕輕鬆鬆,還有我們跟你講一下科技,講一下電玩 還有不少得搞一下難驚 我們就是科技集帥 歡迎大家來到科技集帥網台版22集 再長一點,好嗎? 大家好,我是Sunny 很少第一部分說這些 我是大王,玩一下姐姐姐 不好意思 習近平說這個題目太悶了 習近平說這個題目 習近平在第二部分電玩新聞才說 那就推上來,第一部分先玩 因為近來也有Podcast 所以提醒一下初聽我們節目的朋友 其實我是科技集帥網台版 是有分三個部分的 第一個部分就是會跟大家講一下科技新聞 第二部分就是講一些電玩方面的新聞 而第三部分就是每次會有一個專題 例如今天就講電玩那邊的專題 其他時候就會講一些科技方面的專題 變成了每集的三個部分 是不是很充實呢? 那可以告訴你新的聽眾聽 你們做回正美的節目 你們是有份的,是嗎? 我不知道你說完沒有 有機會你繼續講 當然是AirDeck這麼有默契 今天我們電玩新聞 不是,這是科技新聞的部分 其實今天主要是講近來一個 算是大一點科技那邊的活動 就是... 他也是大一點而已 不要這樣 我們不能太耳片概全 看得太厲害 待會有些其他粉絲就說我們不要 免得了 先戴上頭盔 魔界三巨頭 其中一個巨頭 我Thomas都知道是大一點 就是Google I.O 算了,我的根證了 一個很靠餐壇的E-mail 這樣不行嗎? 不是,不是把你們打 說回I.O 上集我們就講Apple 今集就到Google 其實它們兩個合作了兩個星期 不過我們錄一集數 應該不會講Microsoft 其實Microsoft會不會有什麼發佈會 真的不知道會說真的 Microsoft應該有的 它之前那一陣子都放了一部Service Pro 3出來 Microsoft發佈會一定會有的 因為它會用Mac機來做發佈會 是啊 它裡面有很多Mac機 因為One Windows最快的電腦 經常說是Mac機 沒錯 但是它會發佈什麼 或者內容是不重要的 冷靜一點 我們今天講Google 我們不要抽Microsoft水樹 好 大家看Google發佈會 主要都是留意一件事 近年 太多人喜歡用的Android 很多人都是為了Android 而去留意Google I.O 甚至乎有些人到Google I.O 那天就說 為什麼沒有講新電話 有人就說 其實人家不是產品發佈會 只是講他們的技術水平 講一些新的技術給發佈會 首先講新的Android 這次的名字暫時挺有型的 雖然還未定 其實它不是FiroLam 它現在就叫做AndroidL 但很有型的 為什麼叫L呢 因為它傳統上來講 它都是由ABCDE 一直順序下去 對上一個現在用的是Kicat K字頭 接下來下一個就是L 那它是什麼L呢 應該還未想到 但如果按照L又是甜品 應該也是剛才 開麥克風之前 阿軒哥跟我說 L按照計 很多人都猜到Lolipop 有兩種 一個是Lolipop 一個是Lemon Pie Lemon Pie 喔 檸檬屁 就不知道是不是 Lolipop 即是我要拙電話 在損他 你怎樣用電話 我不想去討論 Kicat又不見你拍了電話去 因為我的電話升不到 4.4 你沒聽了嗎 就上去拍 我沒聽到 我沒上去 我幫你上去拍 所以幫你上去 I Sim Sam Raid 不見你拿來奶 不見你拿來咬 就算了 我管他奶還是絕 我管 其實Android L的發布 也挺有趣 其實有很多人說 很失望 沒什麼大 但其實我覺得很大 其實他集中在效能方面 效能和介面 因為介面那裡 可能遲一點再提 首先講一下效能 其實效能提升會很大 之前Kicat那裡 那些人經常在 開設者的選擇選擇 掘到 有另一個ART的模式 ART模式 你可以自己在 開設選擇選擇 然後開設這個模式 這個模式 解決了Android 一直以來被人說慢的問題 因為他一直以來用那個模式 Darfin 那個我們之前也有提及過 那個我們之前也有提及過 現在新的模式 將每一次都要做的重複動作 即Compile 預先先做 所以就快了 另外很多人很想要 但是要來不知有什麼用的 64bit處理器 就支援到的 其實我現在都覺得 在電話上沒有什麼用 剛才Applebit 現在有64bit 但好像 你感覺不到 沒有什麼特別 除了開設者 你自己也不知道 大家如果是玩玩遊戲 玩Facebook 其實真的沒有什麼分別 在我的規格上可以多寫幾個字 拿出我64bit 你要不要 不是64 64 我想大陸用的時候就比較爽 我這個64 所以Google都被迫撤走了大陸 好像也是關64事 大陸全市不會開64bit的電腦 只可以用32bit 一起用32bit 正準 另一個我比較期待的東西 就是省電那方面 是 之前它4.1 4.1的時候就說 主力是做順暢那方面 會提升 4.4 Kicat那些 它就說是在那個 其實它已經在界面上 已經下了功夫 是啊 它每一次都有一個專題 去做改進的 因為4.0之前 我那時候的制度 都是比較光 比較光鮮的顏色 例如白色 灰色 灰色不算是光鮮 但是那些全部在螢幕上 都要用光去推出來的顏色 那它現在 我沒有記錯 那時候有人說 轉了4.0之後 開始的color frame 轉了黑色 是 就是因為黑色這些灰暗的顏色 是令你的螢幕 不用那麼用電量去推 所以就說這裏是可以變相 省了電量回來 那時候有人說 那現在就 直接建立了 有一個叫做 省電模式的東西 那些人說 現在測試了出來 就好像省了20%左右的電量 那我覺得都挺好的 有一點點像 Sony那種 來自省電程式 其實你買很多廠 它都跟著省電的 那它現在就官方做了 如果官方做就好 那Sony拿來上 不知道什麼網站 都可以上長些時間 是不是 上那些網站 應該開不到honey mode 不知道 那其他時間 當然可以上那些 平時都會發時間加長 挺有趣的 你看Sony很快 馬上想到自己的處境 插電容 它一直在想自己怎麼用 但它又沒有更新的 我用電腦上的 好 我們不要再了解 我們這些同伴們的 想走網習慣 我們繼續 我們走網 以為講讀者文責 你這個虛偽的四眼仔 繼續 繼續下去 跟著下去 很多人都用電話 平板來打機 這樣它現在就說 轉了去 4bit 這些改進 之後 它就直接可以 支援到 類似 不是 它是直接可以 輪到電腦那些 遊戲的引擎 它發佈會那裡 拿的unview engine 4 其實這樣說法 根本這個轉變都很大 雖然好像現在 其他走到64 好像沒有什麼分別 其實這個 我覺得都比較厲害 其實是未發展 但問題是 你用unview engine 你輪到還是輪到 有沒有人會用它 來開發一隻 在電話或平板上的遊戲 是另一件事 它現在提供了這件事給你 至少給你一個能力 你至少有一個能力 你用不用 另一件事 那變成有好過沒有 我記得我們那時候 Apple說過 那四件事 大家好像說 其實都是有好過沒有的東西 這樣說 現在應該窮一句 但是 你說遊戲來說 我自己對它有些保留 當然 你操控 都始終吸不上 所以我們兩次 都是窮一句 我的立場是非常堅定 是沒有搬龍門 你今天說有好過沒有 對 挺有趣的 之前我們說Apple 一會兒就說Apple 插Android 我們反過來說 有說過嗎 我們沒有 我們去抄考一下那類 其實兩邊互相抄考 現在說到Android 抄考上IOS的東西 是 他就介紹了一個 叫Heads Up的 notification 是 簡單一點說 就像你iOS那裡 收到 notification 在上面那裡 爆出來 就說你有什麼 訊息 那些 是 即是彈出來那一塊 對 彈出來 就不會影響你現在做事 其實現在在Android 好像也是這樣 在Android 都會開一塊東西出來 有訊息 就在上面打彈出來 給你看 他不止這樣 譬如說 你拘捕那些 你不用即時回 譬如你收電話 別人打給你 你打電話 無緣無故 整個鏡頭都變成 打電話的界面 他連接電話的 都變成在上面 那裡有個鏡頭 這個就擺明是參考一下 大家要參考一下 他加了一個 給那些 公司用 是 可以給你 員工 用那部電話 他叫做Android for Worst 他就是給那些公司用的 用來有什麼用的呢 譬如說 我公司那裡 我買了一堆平板 想給那些員工用的 但是你很難管理的 你沒理由 你買了一百部平板 那我安裝一個APP 就安裝一百次 那他就有一些 可以大批一次過 我說這一堆機 我是要安裝這個APP 即是中央管理了 那麼多部電話 有些管理的東西在 即是一個電腦用的軟件 他應該不是 可能他上Google Play 那些選擇 我說這些要安裝給那堆機 我估計應該是先設定了一個群組 一堆型號的機 即是他連機身號碼都上去 那時候一按了之後 應該就將要做的事情 一次傳給整個群組裡面的機 裝錯了那些AVN 這些就等新烈表演 這些真的是僅人表演的 應該有機會 好像當年不知道什麼機密 都上了Fox 那些人拿了公司機來玩Fox 那這些就是人的問題 那除了可以一大堆裝 之外 又可以安裝公司資料 那些公司資料 那些 其實我想問這個之前 Apple有沒有 沒有 都沒有 沒有 那24小時要工作 即是給老闆24小時 隨便隨便隨便 比現在更加嚴重的情況 那已經幫不到你了 正所謂Android for worse 你用得Android便是Worse 這樣說的 這個人家是Microsoft的賣點 其實不用只說 現在有這塊Android for worse 其實從有WhatsApp 有電話之後 你基本上回家 你那時候收不到工 不檢查的 不檢查 你不檢查就算是被人吵 沒有說話了 我電話沒有電話 沒有的 總之一定有辦法挖到你 我覺得沒有的 就是人子 那這些人的問題 人的問題 不愧是我們的主持 Sunny 一想一想 多麼精良 最有心度的問題 我才有個字不說 先抽水 即是你個人很黑薄 很涼薄 你要倒抽一口涼氣 接下來我們剛才沒有說 介面那一道 介面你專門收薑 不說一件你 現在再說 他將Google所有的產品都會挖一 他所有產品的意思是 不止Android 不止Android ChromeOS 甚至是他的網頁 即是官網 即連Pastetoy網也會知道 那類 譬如日曆 Gmail 那些全部轉換 接下來就會用這個 Material Design 簡單來說就像現在Google Now 一張一張卡片 又有些光影 即是有些陰影 即是將Google Now的設計 總化了整個Google公司裏面的產品 其實 其實看起來都算整齊 應該是吧 整齊 這東西不會黏在一起 整齊 整齊是整齊 但風格上我不是很喜歡 你不喜歡Color tone 他用顏色那裡 我覺得好像Microsoft那些 他那隻薄薄的河 淡淡的那隻綠 其實你比上我反而喜歡 即是我自己來說 我喜歡現在黑黑白白的 tone 我自己喜歡 暫時 但看他的展示 我又不是特別反感 我覺得是OK的 我只是顏色方面 不是很適合我個人 顏色口味 顏色口味 是重不重 其實你始終都習慣 如果你經常用 就始終都習慣 都是 但我比較上 關心的一件事 除了他轉了這些圖案之外 那些圖案 全部都變成GIF 即是有動畫 動一下動一下 你按每一顆按鈕 他都有很多動畫 那些圖案 那就多吸收你的電 應該不會相差太遠 我覺得 好像會很吸收電 即是擔心像Live Wallpaper 明明這些電 然後檢查下去 誰用得最厲害 Live Wallpaper 用得最高的電 我怎樣 全的Wallpaper 特別是2.3的時候 Live Wallpaper 不知道2.3是多少 好像2.3 最初有Live Wallpaper 然後一用 很可愛 這些東西懂得動 水點點 你這些電給我吃光了 這個介面 到時看看好不好用 這個顏色 希望它可以轉圖案 現在好像很多機器 都可以轉圖案 將整個Lunch Card 整個套裝 整個顏色全都轉 如果到時 可能出幾個顏色 那給大家選擇就最好 但你手機和Tablet 就說給你自己轉 但他現在應該想統一這個 不是的 你本身Gmail的全部都可以轉圖案 都是 但你譬如他Google.com 他轉了就未必可以 那些 他應該不會做到 你自己都可以 那些其實也不是個人的公司 用他的網站 但如果你Android 手機 Tablet 或者Gmail 這些全部都是個人的 那給你個人風格的 顏色設計都可以 其實 你網站就是公司的東西 但你手機這些 真的是你最個人的東西 你就像手機殼 手機顏色 都一樣的個人化的東西 那這些我覺得應該有機會 可以這樣做 因為他叫Gmail 都會把電影給你玩 沒有 他怎樣也有 那些人會做到 那些人怎樣也會做 其實Comb也有 Comb也有 Comb現在有轉電影 所以沒問題 這個應該可以做 而且始終現在 Android Arrow 有什麼名字 都未定過是什麼甜品 其實有時候很初步 所以大家看到顏色 應該是初步 可能之後會有什麼不同 所以大家 如果你是喜歡Android的朋友 可以期待一下 好 接下來說一些產品方面 他沒有正式公佈很多部機 但他公佈了一些項目 都挺有趣的 然後有一個很適合我這些窮人用的 Android One 這個計劃 Android One 哪個窮人軒哥 我說不要說笑 我當然很窮 那在大樺面前是誰很窮人 我屌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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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屌你真的很涼薄 很黑毒 我真是告抽一口涼氣 好 那這是什麼計劃 那是一個為新興市場而推出的便宜 電話計劃 如何便宜呢 展示的時候就展示過一部機 它是支援雙卡 雙線卡 4.5吋螢幕 有FM收音機 有Micro SD 這部機只賣100美金 100美金 大概8塊港幣 8塊港幣 其他規格呢 其他規格它沒有說 但它說會順利的 但如果規格一般一般 你都用不上眼 那應該會順利的 因為它有一個很大的好處 它走回原裝的Android update那方面 可以跟回Nexus那裡去做 那就變成有一定的吸引力 對這個價錢來說 大家在想 我們會不會用雙人好夷住 這些所謂的窮人 這些所謂的窮人 要裝是 我們一起又要舉一舉在手上去 然後撩一撩 我又不是老師 怕不怕 所以就舉我單身為窮人 所謂的窮人 我今天就抽獎梁太水 梁太你好 好 接下來就是 之前又公佈了 那個是Android Wear 這個應該都是 很多人很期待的東西 包括小弟 即是手錶 我這些窮人是買不起的 我叫它手錶真的漂亮 你還沒計算 錶面本身的樣子很漂亮 我知道漂亮不漂亮 這東西真的很過人 很多人都說GSCgear很帥 其實你說漂亮 都只有一隻漂亮 一隻Moto 360 其他三星 LG那兩隻 就是 你看到發佈會的時候 在說那兩隻 噢 然後一說Moto 360 整群都在拍手 即是那時候發佈會 就是這樣 對 那時候看Live 我都會笑出來 我都知道那句說樣子 真的很過人 但三木靈明顯比兒子很多 現在就詳細公佈了 有什麼功能 有Google Now 你可以聲控 其實我也覺得 好像不是特別大的吸引力 因為Google Now 這個坦白說 其實已經預算你有了 你總是要預算你的手錶 和Android 可以共同連攜去做事 那也預算說Google Now Google find a pizza for me 所以他發佈會就是玩一件事 這個 可以幫助Pizza 他就可以控制電話 靜音 鎮機 看電量 我不可以查電郵 查電郵 NFC那隻 應該有的 他安裝一些App也有的 我猜應該直接可以查電郵 應該不用就拍NFC 我還想問他輸給Samsung Samsung說NFC查電郵 真是神之一手 那個真的想笑 知道我在笑什麼的朋友 歡迎你收聽之前集數 有啦 有那些音樂控制 即是播歌 Pulser 那些都有 跟現在的那些錶一樣 都算步數 心跳 這個一定有的 因為如果沒有什麼功能 可以把那隻錶給你 但有一件事 比較有趣 他很強調這件事 是有防水的 這個 因為之前有些模特兒沒有嗎 我也不覺得 因為我也不知道 因為之前看那麼多的錶 好像沒有特別說過有防水 沒有特別說過是防水 也是 你買了一隻錶回來 又不防水 其實也挺危險的 但是很多錶都不防水 很多 應該這麼說 貴的那些錶都不防水 因為貴的那些 好像以前有些電影 周華健說 那些歌真的戴錶 戴石而已 那些錶是貴錶 本身他不是越來越操大 越來越操大 越來越操大 其實你問我 我覺得大王買一隻錶 都是用來越操大 你們看時間不是拿電話出來看 不是 我是看錶的 是不是 我真的是看錶 我簡直是有個習慣 是站在沒什麼做 我就是手舉起來看錶 所以我真的會拿錶看時間 拿電話看時間我不習慣 所以對我來說 我自己就是 無論我帶了錶 我也是拿電話出來看時間 我習慣不了 我真的習慣了 所以這隻Mocal 360 都說明了 我不是所有Android Rail的興趣 都是對Mocal 360有興趣 好像說三千多元 三千多元 如果你說這樣的科技 就差不多 你認真買的G-Shot也要千多元 那時候G-Shot加了藍牙 可以連手機都要貴一點 但未夠三千多元 但這隻可以轉錶面 應該是貴的 但他有確實續航力的數據公佈嗎 沒有 好像沒有說 都還沒有 但是估計應該不會以前那麼慘 我也是一個很大的關心 但你拿Google出的 我又對他有多少信心 因為原來Gest Gear那時候 搞定了 好像說時間長一點 而Samsung也搞定到Google 好像兩三天而已 那Samsung也搞到Google 不會搞不到的 我相信 接下來就講了一件 很多人都不知道有什麼用的東西 那個什麼Cone Book 其實香港是很少人用的 它全部只可以走Google的產品 又不可以裝東西 很多人都覺得好像很奇怪 但是現在就出了一個 說它接下來的版本就有些用了 可以裝Android App 平時Android那些App 你就可以在一部 那不就是Cone Book 變了一部Android的Tab 其實就是每一部變了 其實你這樣搞定 你不如直接做Android 因為Cone Book 其實有一點點不掉了 以前出來就說想走平價的Note Book路線 但是 可能出來都是很貴的 但是一來你出來貴 二來現在你沒有人 平價的Note Book 我會買一部Tablet 當然是 變成了它是貼了尷尬的位置 不知道做哪一種煩惱 結果不是索性光 可以裝Android Apps 但是這樣就變成Android Tablet 結果就想點這部機 沒有的 慢慢淡化這個Cone Book的形象 將會變成一部有Keyboard的Tablet 下一代就說這部是一部Android Tablet 然後Microsoft又出來打飛機 Service是走在時代的尖端 對 那時候可能就說 我們Google Chromebook一旦改了 我們今代可以走Android 完全 就是在這裡侵蝕了Cone Book 這件事 Cone Book經驗不存在 對 就像阿森說 給了一個機會Microsoft打飛機 蕭陽又沒得來打飛機 難得有東西可以讓它打打 蕭陽又沒得來打飛機 Service老實說 好 講完最後一樣 它都有很多東西 那我就選擇這些 比較特別一點 對 講完也差不多 這個就是我曾經有想過買的東西 那是Cone Cast Cone Cast 你沒買的嗎 你沒買的嗎 沒有啊 原來你買的 我認真原來你真的沒買的 我真的以為買錯 我還以為 什麼啊 我說他在香港出行貨我買 他到現在還沒出 我還以為是Cone Cast 買一張買的 是啊 我只看到你拍照給我看 我以為你有買到 我以為軒哥買了 拍了又沒買 這樣就不行了 那軒哥要留名跟進了 麻煩 都說有行貨才買 他都沒有行貨 是不是 被你繞到的你繼續吧 那之前呢 他出了的時候 就只可以將你那些 一些特定的畫面 譬如你播片 特定的Apps 應該這麼說 對 播YouTube 那些才可以用到 即是可以Stream過去 現在可不可以整個Stream過 現在他終於可以MIRROR你那個 Android的Screen了 啊 有一個MIRROR就好玩很多 但是暫時就閒機 蛤 閒哪些啊 Nexus那些一定有 Samsung 吃起的列號都是旗艦機的那些多 有沒有說確實的啊 他沒有寫任何Sony機 咦 咦 咦 那我就玩不到 那不用買 Sony都是不認真 山幸輸 其實就是 三星LG HTC都有的 那我不用想了 拜拜 那軒哥可以買 那他下面寫and more and more 那你是全部都說了 那我就猜他其實是你能裝到的App 那他應該都支持 應該也是 這個列號應該是他測試了 行不行就試一下才知道 來到這一節的尾聲 自己又想節目尾聲 還有兩節才算放飯 就像大王剛才所說 我們節目就很貫徹我們的立場 不會搬龍門 既然在Z2的時候 我們都叫大王先買水機 先出行貨換行機 Conecast先買水貨 先出行貨再換 大王有沒有做到 大王那些壞人 我為人混蛋你不用跟我一起混蛋 說明是大王也不做 大王也不做 大王也不混蛋 特首也混蛋 過大就不混蛋 聽眾有沒有Conecast是實機的報告 看憲哥 聽眾的幸福就在手上的憲哥 我們下一節 還有兩節才進放飯 下一節回來再聊 待會見 我們下期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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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小小子都說 一馬上 大王也不做 最好 我們下期見 的 Privat 哪 只可以 感谢观看